艾佳老师 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 山东你男孩打妈妈 好牛啊 你赛熊吧 牛什么牛 你给我再听 你觉得对妈妈拳打脚踢很光荣吗 你难道要效仿她吗 老师我没有 那你觉得她有什么可牛的 怎么不说话了 刚才那股劲呢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在家 就喜欢跟妈妈顶嘴 拿着自己的叛逆期当借口 总和妈妈对着干 我们那个年代 根本没有叛逆期这个词 为什么要尊重妈妈呢 问的好 为什么要尊重妈妈 那个视频大家都看了吧 视频里的男孩 和你们的年纪差不多大 就因为找妈妈要钱 没有要到 就对自己的妈妈全打脚踢 而这位妈妈全程没有还手 嘴里还一直说着 没事没事 即便这样 男孩也没有停止 对母亲的辱骂和殴打 还我妈妈的肚子上 踹了一脚 给这位母亲留下了第三道伤疤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位母亲肚子上有两道伤疤 所有妈妈的肚子上至少有一道伤疤 第一道伤疤是妈妈生你们的时候留下的泼腹惨的刀口 第二道伤疤是再也削不掉的认生纹 同学们 十月怀胎离梁生 梁笨死来 儿头生 牙齿咬的生铁段 已须济世母子恩 妈妈怀胎十月把你们生下来 那生惨的洞比骨则还要痛 藏人根本无法忍受 可妈妈忍下来了 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她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 你不能拿叛逆期当无知 去和妈妈对着干 要知道 良言一句三冬乱 恶语丧人六月寒 针尖不大 扎人最疼 舌头无骨 伤人最深啊 你在妈妈心里留下的伤 比任何肉体上的伤 要痛上千倍万倍 你们知道吧 妈妈真的很不容易 我说句难听的 妈妈连保姆都不如 因为保姆还有工资呢 你妈妈有吗 保姆生病呢可以请假 但是妈妈生病呢 还是要给你做饭洗衣服 那保姆发现不好 可以换下一家吗 但妈妈能换孩子吗 同学们老话说得好 羊有贵乳之恩 鸭有反骨之意 做人一定要懂得 摆散 效为先